亲民扫墓祭祖受到疫情影响 罗东正公所经过审慎评估 今年将不举办春季法会 改请法师诵经祈福在园区播放 而且不设计品坛提供民众使用 避免群聚传播的风险 因为疫情的关系 虽然说有一点危检风了 但是我们也担心说 在今年寿言的这个法会 如果像以往一样 大家都在同一天到寿言那边 做法会做祭拜的话 可能在疫情的影响上 可能会造成一些的困扰 所以我们今年一样的 就是在法会上 我们只是祈福而已 有朋友一样是请我们 东京市的这个法师 到寿言3月20那天 我们在这边 跟我们所有的先人 做这个祈福的一个法会 但是我们并没有开放 所有的这个乡亲好朋友 到这个现场来这边做祭拜 那我们也不希望说 你们拿着这个贡品 到法会现场来拜拜 为了分散祭拜人潮 罗东镇公所3月19 2026274月2号3号4号5号 提供扫墓的接驳服务 今年改在郁尊公的停车场 设站接驳 而4月5号的清明节 也在罗东火车站 跟罗东中山公园 提供接驳服务 镇长吴秋林强调 会加强接驳车的消毒 不过民众 而温如果超过37.5度 或是没有戴口罩 将会婉拒上车以及入园 3月19、20、26、27 4月2号、3号、4号、5号 总共8天的时间 我们都准备了接驳车 郁尊公就是提供 要去停车场这边做接驳 你把车停在 郁尊公的停车场那里 然后换我们的接驳车 上我们的这个寿源 希望大家一起配合 那4月5号那一天 在火车站 我们的罗东火车站 还有中山公园这边 我们都有设站 在这边会做接驳 在这个4月5号那天 我们有接驳车 可以接我们的这个 要往这个寿源去上面 上山去 把我们的先人祭拜的 这样的一个接驳车 希望大家能够善加利用 这样的一个接驳 罗东寿源纳古塔 从3月份开始到4月5号 逢立假或国定假日 早上7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